电影一开始,山姆一家正在自家的度假屋度假,但是妻子瑞秋因为临时有事要处理,提前离开了度假屋,只留下丈夫山姆和儿子托尼。 就在山姆喂了豆狗将一根木棍扔向天空的时候,天空突然白光一闪,随后变得漆黑一片,之后天空出现了一艘发光的不明飞行物朝两人飞了过来,并且不明飞行物还将两人朝空中袭去。 山姆第一时间让托尼躲到了房子的旁边,而自己却被不明飞行物吸了过去。 这时正在睡梦中的托尼突然从床上惊醒,刚才发生的一切似乎只是一场梦。 听到想动的瑞秋来到托尼的房间询问他是不是做噩梦了,托尼将自己梦到的一切都告诉了瑞秋。 从两人的对话中可以得知,托尼似乎真的经历过梦中发生的一切,并且他认为山姆一定会回来的,因为山姆还爱着两人。 但瑞秋却觉得山姆只是单纯地离开了两人,不明飞行物什么的只是托尼的一场梦。 安抚完托尼后,瑞秋回到自己的房间将托尼的噩梦告诉了现在的男友乔。 乔认为托尼现在需要个父亲,但托尼却不喜欢自己,托尼一直都无法忘了山姆,即使已经过去了三年。 瑞秋笑着对乔说托尼是喜欢他的,两人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 深夜,一艘发光的不明飞行物飞进了一片树林中。 如果我们的新年机会也800点人,或者鉄尼协力好,这一房里 facial痴回去的一定要拿捐 ke尽一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一辆路过的汽车刚好撞到从树林中爬出的怪物 车主本连忙停车让女友在车上等自己 而他自己则去查看被撞到的怪物 来到怪物身边 本刚蹲下打算仔细查看一下怪物的情况 就被怪物突然从嘴中伸出的舌头戳破了脸 留在车上的女友喊了本半天都没有得到回应 他便打算到车去看看本的情况 就在他动手关门的时候 怪物突然抓住了他的手腕 不知过了多久 怪物又来到了树林旁边的一栋房子前 房子的主人是一位金发美女 而他不知道危险正在向他靠近 就在他喂狗的时候 小狗突然像感应到了什么一样 惊恐地跑到了一旁 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咣当一声 女人连忙开门查看 在女人开门的瞬间 小狗突然大叫着冲了出去 女人连忙叫狗喊回屋里 自己也跟着回了屋 随后女人警惕地将所有的房门 都锁了起来 接着女人关掉了客厅的灯 小心翼翼地朝窗外看去 虽然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但女人还是谨慎地拿起猎枪 在客厅中搜索了起来 我只是会提高也要这是点灯细的 可怜的 疯狂来也有发现 对象内容 一直以来 你以为你还是略说 我能变成热跟人家 可以吃到 呀 也得足以来 行 与此同时 瑞秋正在和男友干柴烈火 这时被噩梦惊醒的托尼 来到了瑞秋的门口 瑞秋连忙穿好衣服 将托尼送回了房间 随后他询问托尼 是否还在生自己的气 托尼却莫名其妙地 说了一句爸爸受伤了 此时瑞秋发现 自己的手上沾满了鲜血 随后他拉开被子 发现托尼的睡衣 已经被鲜血浸透了 瑞秋惊恐地让乔 赶快给大夫打电话 但床上的托尼却完全不害怕 并且还轻声地安慰瑞秋别怕 很快医生就赶到了瑞秋家 经过一番检查 医生发现托尼的身体 完全没有问题 医生询问托尼 血是哪来的 托尼只是说这是山姆弄的 但他不知道山姆是怎么弄的 医生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是让托尼先回去睡觉 之后医生在走廊里 告诉瑞秋托尼很健康 自己也很确定 血不是托尼的 瑞秋疑惑地询问血是谁的 难道只是托尼做了 某些怪异的恶作剧吗 医生反问瑞秋 山姆有没有可能 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与托尼接触 瑞秋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旁边的乔 这时开口对医生说 他认为医生把事情想得过大了 托尼是个聪明的孩子 想象力丰富 他用不着让山姆 帮他想出那样的恶作剧 这时瑞秋有些生气地 制止了乔继续说下去 医生接着说 几人都能同意的 就是托尼有着相当痛苦的经历 他似乎一直认为 山姆是以某种离奇的方式消失了 此时旁边的乔又插嘴说 托尼不能接受自己的父亲抛弃了他 所以他就想象 山姆消失在一片光亮中 这是心理问题 医生听后也向瑞秋建议 可以给托尼找些心理方面的专家看看 这是艾娜从房间走出 生气地对医生说 托尼不过是在思念他的父亲 他不需要几千个昂贵的精神病专家 他只需要一点点时间和关心 医生在临走前对瑞秋说 自己明天会给他打电话 他那时可以给自己回复 医生走后 艾娜嘲讽医生是庸医 并说所有的医生能想到的 就是去找另一个医生 说完艾娜一边搂着瑞秋往房间走 一边对瑞秋说 瑞秋担心的其实不是托尼 而是山姆 托尼做的噩梦让他又想起了山姆 但瞧要怎么办 瑞秋回答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也不想再想这些了 与此同时 之前被怪物袭击的女人从地上醒了过来 他痛苦地扶着椅子吃力地站了起来 随后他转头发现自己的狗 在吃一坨像烂泥一样的东西 之后他忍着痛苦来到厨房 打算借杯水喝 但还没等杯子到嘴边 他就痛苦地倒在了桌子上 这时他的肚子突然开始迅速膨胀 片刻后 他的肚子就变得巨大无比 紧接着一个和山姆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 撕裂了女人的下体 这个山姆先是来到厨房 将自己身上的血都洗掉 然后又回到本被杀死的地点 换上了本的衣服 随后他又坐上了载着本女友尸体的车 没过多久 正在睡觉的瑞秋 就被旁边响起的电话铃声吵醒 他接起电话 却听不清对面在说什么 而电话的另一头 正是口指不清叫着瑞秋的山姆 此时他手中的电话开始融化 见对面没了动静 瑞秋便挂断了电话继续睡了过去 吃早餐的时候 乔邀请托尼一起去拍些老飞机的照片 并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让托尼乘上其中的一架 托尼只是说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不想去 这是旁边的瑞秋让托尼将哈利送回水箱 并说他不希望哈利出现在厨房里 托尼停后有些不情愿地带着哈利 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这时乔邀开口对瑞秋说 今天他还要去拍一些鞋子 他希望瑞秋过来帮自己照看一下工作室 瑞秋以自己要去取东西的理由拒绝了桥 托尼刚将哈利放回水箱 艾娜就大声地提醒托尼上学要迟到了 随后两人在下楼的时候碰到了邻居古德曼夫人 古德曼上前亲热地给了托尼一个拥抱 由于上学快要迟到了 艾娜连忙拉开托尼朝楼下走去 在赶往学校的途中 两人没有注意到山姆就站在街边 看到两人的山姆一路跟随两人来到了学校 与此同时 一个中年司机因为追尾意外地发现了本女友的尸体 另一边 瑞秋一通电话打断了艾娜和男友的干拆烈火 因为下午瑞秋要去接托尼放学 所以让艾娜帮忙准备晚餐 来到学校后 老师告诉瑞秋 托尼已经被山姆接走了 瑞秋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老师却说 他是亲眼看到山姆接走托尼的 随后瑞秋在老师告诉他的方向 找到了山姆两人 瑞秋刚一见到山姆 就给了山姆一巴掌 山姆没有生气 只是平硬地告诉瑞秋自己回来了 在之后的对话中 瑞秋得知 山姆已经忘了自己消失三年的一切记忆 山姆接托尼放学 也是因为今天他在街上碰巧看到了托尼 而山姆也知道了瑞秋现在已经有新男友了 山姆能回家让托尼很是高兴 刚一到家 托尼就兴奋地将自己养的哈利拿给山姆看 并询问山姆会不会留下来和几人一起住 山姆点头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在换衣服的时候 托尼将哈利下了四个蛋的事告诉了山姆 山姆询问今早送托尼上学的女孩是谁 托尼告诉山姆 女孩名叫艾娜 艾娜也住在家里 她是帮瑞秋做事的 此时瑞秋正在打电话将山姆回来的消息告诉乔 并让乔先回来 看着换好衣服的山姆 瑞秋询问她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 山姆给出的回答和托尼的梦一模一样 接着瑞秋询问早上的电话是不是山姆打的 山姆摇头说不是 没过多久 乔就赶回了公寓 在上楼的途中 古德曼太太笑着询问乔 她又要上楼吗 乔不在意的回答 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回自己的公寓 古德曼有些意味深长的说 那是她的公寓啊 随后她告诉乔 山姆回来了 乔没有再多说什么 继续朝楼上走去 刚一进屋 乔就询问山姆要住在哪里 瑞秋连忙说 山姆还没有任何打算 随后瑞秋用洗澡的理由支开了托尼 三人又开始了解了山姆的问题 中途乔想要去搂瑞秋 瑞秋却起身要去为两人倒饮料 乔转而又笑着询问山姆 他想要干什么 山姆回答自己想回家 乔就告诉山姆 很明显这里已经不是他的家了 随后乔来到厨房对瑞秋说 自己无法应付这种情况 自己不知道该对山姆说些什么 而且山姆也以为他可以搬回来住 瑞秋听后只是说再给山姆一些时间 乔激动地说 山姆已经有三年时间了 他必须得离开 瑞秋则认为这里是山姆现在唯一能来的地方 乔提醒瑞秋 山姆抛弃了他 瑞秋却说自己也不知道山姆有没有抛弃自己 他现在已经记不起任何事了 乔认为山姆只是喜心厌旧 他离家出走的没有效果 所以才回来了 瑞秋反驳说乔完全不了解山姆 自己嫁给了山姆 并和山姆一起生活 乔则反驳说 现在他和自己一起生活 说完乔笑着搂住了瑞秋 并说自己只是不相信山姆 与此同时 山姆正在托尼的房间偷吃哈利的蛋 这是刚洗完澡回到房间的托尼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托尼连忙转身朝外面跑去 山姆也赶忙追了上去 此时水箱里的哈利悄悄地爬出了房间 而瑞秋和乔也发现了山姆两人不见了 两人连忙出门寻找 与此同时 山姆追着托尼来到了一个堆着废弃物的小巷 山姆明知顾问地说发生了什么事 托尼询问山姆为什么要吃哈利的蛋 山姆解释说自己需要他们 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 自己在三年前被带去了另一个世界 自己得做些改变才能在这里活下去 托尼询问他们为什么要带走山姆 山姆则回答因为自己走运 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带走 托尼又接着问他为什么回来 山姆认真的说是为了托尼和瑞秋 随后山姆询问托尼想不想和自己一起走 山姆的故事 红而返的两人回到家中发现山姆和托尼已经先两人一步回家了 瑞秋愤怒地询问两人去了哪里 山姆回答两人只是去买了些糖果 瑞秋无奈地叮嘱两人下次再去哪前先告诉自己一声 山姆只是随意地回了句可以 吃完晚饭后瑞秋四人开始坐在桌前聊天 山姆给艾娜的第一印象是本人比照片里年轻了许多 艾娜询问瑞秋她感觉如何 瑞秋回答自己没有想过这些 此时旁边的桥嘲讽地询问山姆 是因为休养了这么长时间才让她恢复原来的状态吗 山姆没有回答只是低头不语 艾娜认为山姆此刻出现在这里很奇怪 昨天托尼才刚梦到她 山姆只是说自己很高兴托尼没有忘记自己 艾娜又接着询问托尼有告诉她昨晚发生了什么事吗 山姆点头说是的托尼很想自己 山姆墨海颂 山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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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不现在 但为什么不现在? 每个人都在这里 对,所以我会有个小语言 Rachel和我一起结婚 好,太好了 谢谢 我很高兴 你 你狠狠狠 你瘦狠狠 你瘦狠狠狠 你瘦狠狠狠狠 爹 爹 你不必须瘦狠狠狠 他应该在医院里 最后托尼将陀罗自己转起来的情况告诉了珊姆 并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自己只是想陀罗发出噪音 珊姆告诉托尼 如果他努力地想某件事 他就能办成 托尼则有些害怕地说 自己无法让陀罗停下来 珊姆认真地对托尼说 不要害怕 他可以去做很多事 当他需要时就去用它 托尼疑惑地询问为什么 珊姆只是说到时候他自然就会明白 他会感觉到它 托尼询问就像他被那辆车撞到时那样吗 自己知道在发生什么事 珊姆笑着对托尼说 那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 托尼又问他想要艾娜吗 珊姆回答那正是两人所需要的 但是托尼不要伤害艾娜 与此同时 哈利通过天花板吊灯的位置 吊进了楼下古德曼太太的沙拉里 过来搅拌沙拉的古德曼 被盘子里的哈利吓得大声尖叫 随后他拿起旁边的木锤 将哈利砸成了肉泥 片刻后 古德曼来到瑞秋家 将被砸成肉泥的哈利交给了瑞秋 并告诉瑞秋 哈利掉进了自己的晚餐里 古德曼指责托尼没有尽造自己的责任 照顾自己的宠物 还说把蛇当成宠物的行为很荒唐 这一切都被走廊里的托尼全程目睹 瑞秋想要上前安慰托尼 但托尼却转身回到了房间 重重地关上了房门 回到房间后 托尼像之前盯着陀罗一样 直直地盯着对面的士兵玩具 旁边的珊姆提醒托尼 不要这样 深夜 瑞秋又为珊姆拿来了一些他以前的衣服 珊姆有些高兴地说 原来他一直都没有把它们扔掉 瑞秋轻轻地给了珊姆一个晚安吻后 便关灯离开了客厅 透明的雨 好 感谢观看 桥询问瑞秋他打算怎么办 他应该明白山姆不能留在这 桥觉得即使让山姆留下来也帮不了山姆什么 而且对托尼也没有什么益处 瑞秋有些无奈的说 当山姆离开的时候 自己知道要是他回来 自己会对他说些什么 还有自己是什么感受 而现在自己不知道了 桥有些无奈的说 如果这就是他的感受 那自己在这里到底算什么 瑞秋躺到桥的怀里笑着说 自己不是那个意思 此时正在睡觉的托尼 突然被一阵鼓声惊醒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楼下听到声音的古德曼太太 拿起扫把就朝着天花板戳了几下 而瑞秋也听到声音朝着托尼的房间赶来 托尼连忙回到了床上 屋子里的灯也都自动熄灭 来到托尼门口的瑞秋警告托尼 如果今晚自己再听到他这边有响声 自己会很生气 托尼小声地回了句 知道了 但瑞秋刚一出门 托尼的房间就又热闹了起来 无奈的瑞秋也只能放人不管 这时楼下又传来了古德曼通天花板的声音 托尼咬牙切实地说自己恨他 片刻后 古德曼家的门铃响了起来 对,之外 什么都想得了 什么都需要 这拿来 不需 不用 replaces 啊啊啊啊 啊啊 啊 1回抓住 马上 进isi 1公斤 4种 隔天一大早 乔就离开瑞秋家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室 瑞秋醒来发现乔在镜子上夹了一张便条 来到客厅 瑞秋发现山姆正在看以前一家三口的合照 两人笑着聊起了每张照片拍摄时的趣事 这是厨房的电话响了起来 瑞秋来到厨房一边接电话 一边帮艾娜收拾要拿去洗的衣服 在收拾衣服的过程中 瑞秋在山姆的外套口袋里发现了一张本女友的照片 挂掉电话后 瑞秋一边让艾娜先将收拾好的衣服拿去洗 一边又从外套的兜里掏出了一打钱 随后瑞秋拿着照片询问山姆照片上的女人是谁 山姆只是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 并说这可能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外套 之后瑞秋来到乔的工作室告诉乔 自己今天打算和山姆去度假屋 也许那里会帮山姆回想起什么 所以他又将从山姆外套里找到的照片拿给乔看 乔看了看照片只是说了句坏东西 之后不管瑞秋说什么 乔都点头说很好 瑞秋问乔他就不能有一些怜悯心吗 乔立刻说不 正是模特在楼下询问乔 自己穿哪件衣服拍摄比较好 瑞秋对乔重操就业的行为很是失望 但乔却完全不在意 离开工作室后 瑞秋开车载着山姆朝着度假屋驶去 与此同时留在家里的托尼想让艾娜陪他一起玩躲猫猫 艾娜觉得躲猫猫对托尼来说太幼稚了 而且家里也没有地方可躲 这时门口响起了门铃声 来人是艾娜的男友 两人刚一见面就吻了起来 此后艾娜让男友先去自己的房间 自己一会儿就会去找他 艾娜回到客厅让托尼自己先玩一会儿 他得回房间躺一会儿 托尼不满地吐槽他老是躺一会儿 回到房间的艾娜刚要和男友干柴烈火 就被托尼的敲门声打断 托尼执意让艾娜先陪他玩躲猫猫 无奈的艾娜只能先穿上衣服陪托尼玩 游戏刚一开始 艾娜就听到了走廊里传来了电梯启动的声音 艾娜连忙追着电梯朝楼下跑去 但他刚跑到楼下 电梯又升了上去 并且里面还不断传来托尼叫他名字的声音 艾娜只能又跟着电梯朝楼上跑去 这次电梯没有再继续下降 但艾娜进入电梯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这时托尼的小手突然从电梯顶跳下 扑向了艾娜 之后托尼和小手将艾娜拖回了屋里 途中小手还用锤子在艾娜的头上补了一锤 托尼和小手 试试 与此同时 来到度假屋的瑞秋 发现度假屋好像有人来过 随后她进到屋里 发现屋里的煤气居然还开着 她赶忙将窗户打开通风 在屋里检查了一圈后 瑞秋告诉珊姆 屋里没有丢任何东西 随后她询问珊姆 要不要去警局做个报告 珊姆只是说 她想先去散散步 她想在天黑之前 再多看看度假屋附近的一切 另一边 由于艾娜的男友 一直等不到艾娜回来 她便起身在屋里 寻找起了艾娜两人 这是走廊里的坦克玩具 突然自己动了起来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步的时候 瑞秋告诉珊姆 自从她消失后 托尼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 之后瑞秋在附近查看了一圈 发现附近有很多鸟和小动物的尸体 瑞秋惊慌地跑到珊姆身边 告诉珊姆可能有什么人在这里 但珊姆此时的状态似乎有些不对 她整个人都在瑟瑟发抖 瑞秋询问她是不是记起了什么 珊姆只是说她想瑞秋了 傍晚在得知了瑞秋和乔也来过这里后 珊姆询问瑞秋是不是对乔也不太确定 瑞秋有些犹豫地说 有一点 但珊姆还是不断追问 不想回答的瑞秋起身说自己要去给家里打个电话 瑞秋走后 珊姆无意中从头上扯下了一块头皮 她只是看了一眼便随手将头皮扔进了火堆 与此同时 托尼的小丑正在厨房将一桶不知是什么东西的液体 朝冰箱里倒去 托尼就在旁边喝着饮料看着这一切 正是旁边的电话响了起来 小丑接起电话发现对面是瑞秋后 便想将电话扯下来递给托尼 但她将电话扯下后 却发现电话另一头没了声音 瑞秋见电话被挂断了 便将电话打给了楼下的邻居 她请求邻居奈特先生帮她去家里看一眼 奈特欣然答应 但刚挂断电话 奈特就开口骂了瑞秋一句 她いて,只有你让她用手掌声 你说是你着急,没想到 是你做客气的 这些大容那 对面的电话 对面的电话 是你现在真的需要 但是他们可以让你来 奈特来到瑞秋家敲了好几遍门都没有人回应 他便乘上电梯打算先回家 中途电梯里的灯突然熄灭 电梯也不再下降 奈特走出电梯发现黑暗中正有一个发光的玩具在空中旋转 他本以为是托尼在搞恶作剧 但下一刻玩具就割开了他的喉咙 与此同时乔也接到了瑞秋的电话 由于一直没有收到奈特的回话 他便想让乔帮他回家看一眼 挂掉电话后 乔发现地上的报纸中 报道的死者和早上瑞秋给他的照片居然是同一个人 这让乔的心中生起了不祥的预感 他连忙打电话想将这件事通知瑞秋 但此时山姆已经用手融化了电话线 打不通电话的乔打算开车去找瑞秋 但刚出工作室 他就发现托尼正坐在他的车上 乔疑惑地询问托尼怎么会在这里 托尼告诉乔 艾娜和男友一起出门了 只将自己一个人留在了家里 由于乔急着要去找瑞秋 他便没有再多问 他直接开车载着托尼朝度假屋驶去 另一边 山姆在瑞秋睡着后悄悄地爬上了瑞秋的床 两人就这样顺其自然地发生了关系 在刚才烈火的时候 瑞秋发现山姆的后背好像受伤了 瑞秋抬手打开窗头灯 发现山姆的脸已经腐烂了 山姆一边让瑞秋别走 一边完成了最后的冲刺 只要山姆痛苦地滚下了床 此后山姆像失明了一样 来到床边询问瑞秋有没有受伤 站在山姆身后的瑞秋想要上前搂住山姆 却被山姆一巴掌打翻在地 山姆朝瑞秋的方向看了一眼后 表情默然地朝着门外走去 这是乔和托尼赶到了度假屋 乔让托尼将门窗锁好后 在车里等自己 而他自己则下车去找瑞秋 刚一进度假屋 乔就碰到了下楼的瑞秋 瑞秋让乔快点开车离开这里 乔在看清瑞秋脸上的伤口后 拉着瑞秋就朝门外跑去 此时托尼已经在树林里 找到了全身腐烂的山姆 而托尼的脸也已经开始腐烂 随后两人朝着树林深处走去 刚跑到车子附近的瑞秋 两人见状联盟追了上去 中途山姆突然转身发出了一阵尖叫 跑在前面的桥 被震得双耳流血倒在了地上 看着地上桥的惨状 瑞秋忍住痛苦继续追了上去 随后瑞秋追着两人来到了一片空地 面目全非的山姆两人正站在一艘 发光的不明飞行物前 瑞秋不断大喊着托尼的名字 但两人还是投也不回地走进了不明飞行物 随后白光一闪 不明飞行物消失在了空地 瑞秋神色有些木然地走到了不明飞行物 刚才停放的位置坐了下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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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